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女士到另外一家医院检查恢复情况时 才知道子宫被切除 这是怎么能忍 李女士马上向富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 医院对李女士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 李女士这种情况 被评定为西级伤残 6月11日 该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判决涉案医院赔偿女患者全部合理损失 共计14.9万余元 其中包括女患者所赔的4万元精神损害付卫金 本案发生后 医院以责令当事医生辞职 并给予处分 在判决书生效后已主动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 我只想说 这赔偿太少了好吗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摘除身体器官 而且还是子宫 这对一个女人的打击简直太大了 无法接受 真的 心疼这位李女士 可是无独有偶 在保定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案例 2. 做流产 做到小肠破裂 2018年5月底 保定的王女士到某区妇幼保健院 进行人流手术 单数后觉得腹痛 当时医生陈某说没事 回家休息就好 但是王女士回家后还是持续腹痛 随后经见病查出了刮工术后子宫 小肠破裂 急性弥漫性腹膜炎 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做个流产 竟然能做出这么多严重的问题 医生随即下了病为通知书 并进行开腹抢救 切除部分小肠病缝和子宫 患者因高烧不退 在抢救时治疗了5天 事发后 王女士的精神状况也出现了问题 当地精神疾病专科医院 初具的参考诊断 有重度抑郁症症状 经查 患者亲属与当事医生为同学关系 私下找到时任产科主任陈某要求做刮工手术 双方均没有按照医院正常诊疗流程进行处理 当时医生就擅自为王某进行了手术 据某区妇幼保健院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 某区卫生计生局已责令医院免去该院陈某产二科主任职务 并暂停职业活动9个月 同时急于主管院长任某行政警告处分 院长王某见面谈话 所以说啊 无论什么事都别想着走后门 想这种走捷径的后果 你承担得起吗 有人会说了 也就咱们这边的人数至差 你看人家国外 就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我想说 请你看看下面这个国外的事件 没有最雷 只有更雷 啪啪打脸的感觉爽不爽 三 医生嫌爱事 摘除患 这乱潮 2016年9月 58岁的英国女子Lucindle 因为肠道疾病去医院做手术 主刀医生名叫Tony Dickson 第一次手术并没有成功 于是Lucindle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没想到这一次手术却成为了一切悲剧的源泉 医生因为手术时嫌Lucindle的乱潮太爱事 便将其直接摘除了 嫌爱事就擅自摘掉别人的器官 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 亏他还是应该救人的医生 估计他以前患者的心理阴影面积应该像太平洋一样大 医生还说 我帮了你一个大忙 乱潮对于一个58岁的女人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 What 什么叫你这个年龄的人已经不需要乱潮了 乱潮是女人的一部分 不分年龄 摘除她不单单影响的是激素 生育能力 更多的是会造成心理上的创伤 作为一个女人 自己不再完整 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摘除了乱潮 这样的痛苦应该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了的 这下子Lucinda直接崩溃了 他觉得她的生活被毁了 在接受BBC采访时他表示 在进行手术协商时 没有人体过要切除卵潮 就算要提 自己也不会同意 今年1月 忍受不了折磨的Lucinda在自家的阁楼里上吊自杀了 他给自己的儿子留了一条信息 上面说道 很抱歉Andas 我爱你 我最好的儿子 但我 没有办法摆脱痛苦 事后 医疗委员会对这名医生进行了调查 虽然他医术高超 但现在也禁止他在当地的两家医院 实施这种手术 以上新闻来源 综合中心网新华网 北晚新视觉网综合 烟照都市报 搜狐网看完这三个事件 有没有被震惊到 我得缓缓 今天办办不想讲干货 只想警告所有的人 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医院 找有从业资格的医生看病 像以上这种大型的手术 一定要去大医院 因为大医院流程和管理都更正规 更专业的才更有保障 二遇到需要做手术的情况 一定找家人 朋友陪同 自己一个人去 倒是很坚强 但如果手术过程中遇到问题 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 有任何意外 谁来承担后果 三 爱护自己的身体 每年做体检 有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不要等到非常严重了再去看病 毕竟要涉及到手术的时候 就说明已经病到一定境界了 最后 祝大家身体健康 远离疾病 把文章转发给你的朋友提个醒吧 关注公众号学前半 可以看往期精彩文章 参加福利活动 搜搜搜微信公众号学前半 每晚21点30分准时推送各种育儿趣味知识 中阴睡前故事 谢谢大家